今天又是這個媽媽是女人 不過先講小題吧 上集那裏是加速錶 就是這樣剪開原裝帶 剪開釘幾針 當行長一節 便可以戴上 好,開始給大家看 換一條 我喜歡這條皮帶 也蠻舒服的 將這條網絲貼 加上 不會搖擺 怎樣都可以 包毛 好了,講回正題 所謂超和平成之爭 有些人經常說 有些比較老派 經常說超和的比較好 有些年輕人說 有些老鬼都不跟時代配合 還是說那些老套、舊屁 其實有些人覺得 爭培沒意義 大家製作的世界是兩回事 超和所謂的魅力在哪裏呢? 不提子彈指歪打的 是所有年頭 上世紀的動物特色 動畫 不得不提手總自從 去公不可沒 動畫方面 原初的動畫 跟電影的製作一樣 因為原生電影發明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 要畫面暢順 就要一秒二十四格 所以那時的電影 標準電影是一秒二十四格 到最初的動畫製作 都是用這個方法 但是手寵老師就很厲害了 手寵老師 發明了一張動畫 一秒十八格 這個欠六格 或少六格 把製作成本大大降低了 在那個年代 六、七十年代 製作成本很有限 要在這樣的技術環境 物料 和資金之下 製作不論是動畫特色 是很痛苦的事 手寵老師 創出了一秒十八格的動畫 出來Word War 將那個年頭的動畫製作成本 縮減 那麼 可以多些人去做 去到所謂特色的時候 當然最經典是 你看見哥斯拉 那些 袁谷先生 真的要向他致敬 真的 你記著這件事 那時是用菲林拍攝 菲林 即是說 拍完那條菲林 如果你NG了 那條片是不對的 你去換餅生菲林 再拍過 每一次開攝錄機 都是淺 不停燒人紙 還有每次怪獸出來 踩爛那些模型屋 變成爛了 萬一真的要再拍 之後再打那些模型屋出來 全部都是時間 心機 淺 即是說 每次開機拍之前 真的要全部都計算過 沒錯 是 開機 全部都是心機來的 變成了他們背後的努力汗水 真是功不可悶 這就是超和系特攝的特色 所以提到90年代 為何這麼多特攝會被吵著停拍呢 成本太重了 我是個監製 我真的對著想死 怎麼報 怎麼開啊 那時又沒有這麼多贊助商 好 好了 提回皮套問題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上世紀的皮套 那些皮套演員 是真的賺命薄的 真是穿起皮套 你猜真的這麼形英碎 和可以這麼利落 那個年代那些物料 和製作的工序 其實那套衣服上身 每一秒都是很危險的事 歪打都好些 因為底部那件是一件緊身衣 加些東西上去 到後來你想想 如果是一些怪獸 或者歐Sir名那些 一件膠三粒 哇 然後再加上拍攝的時候 那些水人燈 那種熱力 好開心 就算外面下雪 你都會焗到生熱匪 還有那個頭盔 或者你想想 那些怪獸衣服 歐Sirman的頭盔 那些 你看到的造型很帥 不太通氣 好覺的 還有 基本上是看不到東西 所以 對舊特色有認識的 特別是歐Sirman那時候 其實他們那些皮套演員 是先 將動作 怎樣打一搭的時候 預演練習 練到閉上眼都做到 一個步驟去做 在那顆 那顆豆視眼 即鹹蛋底的那顆豆視眼 它才能夠 有這麼有限視覺的地方 都行 整個動作做出來 那這些就是 血汗 換回來的 拍攝效果 還有一件事 那時候沒有CG 沒有得找個藍瓶 現場 噴火 即火燒就火燒 爆炸就爆炸 吊威也吊威也 你想想 在這樣的 條件之下 還有一個 你不要亂NG 不能說 不可以 不可以 先想一下 你想想 背後的血汗 是多厲害 這個就是 超和年代的 各種特色 迷人之處 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之下 它竟然拍到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當然 有很多 舊特色迷 對現在的一些特色 不滿意 就是在於什麼呢 我大膽一點 替他們說 即是總結 他們的觀念 在今時今日 的客觀條件 那麼多贊助商 給錢 哪間 大家也知道 還有這樣的 電腦技術 還有 物料的先進 還有 現在拍攝 大家知道什麼嗎 你可以因應 那套 即是在設定外形的時候 不是說設定外形的時候 不是說設定外形的 不是說設定外形的 會因應方便其他客觀因素 例如說玩具 做皮套 畫面效果 是要改一個原設定的 是要做原設定的 是要預留那些位 方便後面做事的 那你在這麼方便的條件之下 很多時候 製作出來 都會覺得 這樣一堆 所以有些人會不滿意 這種心理 大家 所以有些增壓 是多了一堆 會體諒兩個世代 兩個世代不同的事情 有些老鬼 因為習慣了 上世的 有些血汗淚水出來的特色 看到現在 你這麼輕鬆 這麼好的製作 但是 這樣的水準 有點怨疑 年輕一輩 又可能說 你們只看舊的東西 就不懂得去跟時代進步 那 其實這不是進步的問題 就是時代進步了 那你的要求 應該提升 但是有時現在的製作 真的是 抵鬧 這些會引致你爭吵的 你們有空自己 在這輪壇上去 我就不理 我就真的閒氣一看就算了 好了 當然再說一下 周邊問題 所謂AC周邊問題 先用回上世紀 上世紀 很多人都不理解 在那個年頭的 所謂版權 或者客觀因素 各種客觀因素 每一個icon 在香港 它推出的周邊是有限數的 即是不可能無限地推出的 很多時候 很多局限 那麼 那ACG 或者動漫的周邊 其實 是什麼呢 說穿了 錢 賺錢 一包紙巾 你就用一元買一包紙巾 沒事的 就用紙巾 但現在它印了你喜歡的icon上去 又一元 你買哪一包 你買哪一包 你喜歡的公仔 那一包 它就自己消費 還有引起你去買它的商品 那上世紀的 所謂動漫 ACG 電話 各種周邊文化 其實是很簡單的 所以那時候 所謂的玩家 收藏家 那時候 輕鬆一點的 總之我看到那條LINE的產品 喜歡的 又不是說 一個 海量的數 每樣儲量 儲點 不是太過負擔大的 但是來到 今時今日 很多人都忽視上 來到 這一世紀 不論東西方 不是針對某間公司 不論西方的動漫特設 也有的 他們公司已經很聰明了 將那些版權 已經是 即是製作之前 各種拉審 版權 他們已經是 懂得分配好的 他們能夠將這些 無限輪迴 或者不斷出 將那些拉審 生產權 拆散 那些有識支持 不要說我嚇唬你們 麻煩你們每次 講到那些話 不要只說什麼什麼大愛 或者劇情 講一下版權 讀那麼多書 講一下這些 這些製作 是受到版權限制的 現在的版權 就不同於以前 以前 你可能 出公仔 你未必可以出 那麼多紙巾 杯 沒有那麼多東西出 要出可能很麻煩 但現在的製作商 或者生產商 很聰明 新做一件事的時候 喂 那麼 那個版權 已經是 計算好數 拿著所有東西 那麼 我喜歡把那些版權 拆散出去 你出一比六 你出一比九 你出杯 他出差 出呀 收錢 總之 你喜歡買的授權 你要給你買的授權 我賣給你 拆散散 無限周邊 不斷出 你不斷出 這個版權 我自己開一間購物 自己開一間購物 自己出一杯 五周年 一塊上五周 又可以去 又一筆 街上有沒有杯 有 去過那個 左邊的杯 現在這個 是哥斯黛 左邊的杯 好像還在賣 早前又賣 無限投胎 無限投胎 所以來到21世紀的所謂愛好者 新一代比較聰明的那群 這些就不是我們J叔那些死都鬼說 都是小朋友教我們 我經常找小朋友去玩 他們教我們這些 來到今時今日要精明 看準知識 知道哪條拉打哪隻 哪個授權商 哪個授權商 看他怎樣投胎 就選你一隻 就這麼猛賣嗎 跟一個標籤投胎那麼多次 每一隻買齊嗎 除非你爸爸是你生 你家屋一萬多幾尺 不可能 但在哪裏 講完就是找一隻 自己喜歡得來 船船合理 看著吃 當然 這件事是我們香港比較幸福 有這麼多選擇 所以香港說 消費當然要精明 這件事跟其他華人社會有少少不同 有些國家地區真的選擇很少 那些朋友 但我有些網上認識一些 發現他們 在這麼少選擇 他們會選擇一個 最難聽說 著數大的那隻 買 或者喜歡的款 不用盲買的 當然 當然 在生產商的角度 一些盲買的人 當是需要的 不是怎樣 住這麼大間公司 所以 之前我們經常提及 多謝很多人 記得 如果你發現 有些朋友說 我要All-in 總之 哪個iCoin一出 我什麼都要買 記得抬個聲 多謝